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淤度颱風遇到乾冷的空氣還是減弱的很快 颱風最害怕這種天氣的時候 冷高壓從北邊下來帶來比較乾的冷的空氣 那台灣這邊為什麼覺得濕濕的呢 因為這邊整個水氣北台過程當中遇上東北風 所以東半部還有北部 迎風面就持續有一些陣雨發生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水氣是中層 中層值大概1公里到3公里左右 水氣慢慢往北送 那低層吹得偏東北風 所以這個時候在東半部就容易跟地形合流 那其他地方上來當然西半部也有陣雨 但是不是很多啦 那整個趨勢大致上都在減弱當中 不過東半部明天還是要注意有一些雨勢 但是大致上都在減弱 什麼時候減弱很明顯 大概禮拜六 各位有沒有看到禮拜六水氣都少很多了 只是東半部有陣雨而已 禮拜六是一個轉勤轉乾的時候 那這一波的天氣預計持續到下禮拜二三 接下來可能有些東北風在禮拜三四的時候會下來 不過這蠻弱的不是很強 所以大致上預計會有一段比較空檔的時候 請大家好好珍惜 那很多人問我還會有沒有颱風 目前來看的話 大概到下禮拜應該還沒有明顯的跡象 但是統計上這時候有颱風還蠻正常的 所以各位縱使有也不用太擔心 但是大致上未來還好沒有這樣的現象 明天還是要注意降雨 熱區在東北部 宜蘭新北市的靠山區 迎風面的鎮雨還是持續到花蓮 其他北部的雨還有雨 明天還有雨 整個西半部慢慢的再轉為多雨的天氣 然後禮拜六減得更少了 禮拜六 禮拜六應該只有禮拜五的一半 甚至只集中在清晨 白天之後就會慢慢的雨是轉得更多 所以禮拜六是一個在轉換的過程當中 清晨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可能是凌晨到清晨這段時間有雨 其他地方是偶正雨 那禮拜天禮拜一會減得更少一點點 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溫度上呢 禮拜六會明顯的回溫 大致上禮拜六是一個轉好的格局 如果快一點的話 禮拜五晚上就會慢慢的轉好 慢一點到禮拜六 但是禮拜六一早可能還是偶正雨 那大致上呢 慢慢慢慢的維持這樣的類似的天氣 所以大致上呢 禮拜六日的天氣開始跟今天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可以期待 如果你覺得說這個北部啊 東半部的雨下了很多了 可以多趁週末多曬洗一下衣物 那今天晚上呢 很多地方還是偶正雨 涼涼的感覺 但是還沒有到很冷啦 沒有像上一波那麼冷 明天呢 其實大概就很多地方就會回溫了 南部還是要留意一下 空氣品質還是略差一點點 大致上呢 明天來說的話 還是有鎮雨 但是晚一點的話 應該就會慢慢的緩和當中 我們應該很建議喔 颱風預計週五就會逐漸的消散 明天大家就會消散 東半部雨勢還是持續的 週六開始水氣減少 轉為多雲的天氣 這只是東北部 那週日開始就開始放晴到下週二三 所以請大家好好珍惜 預估會有大概三四天到四五天的時間 請大家好好珍惜這段 比較穩定的天氣 請請